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 研究报告节目 在这期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特朗普执政下的美中紧张局势 以及中国如何做好准备迎接这一挑战 专家预测 随着特朗普再次当选 美中之间原本就紧张的竞争关系将进一步加剧 习近平的祝贺话语 透露出中国新的外交策略 试图在特朗普的政策影响下重建关系 并应对潜在的经济冲击 在贸易和经济政策上 特朗普可能会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这将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创 尤其是面对青年失业和房地产市场疲软的挑战 中国已经开始展现其对美国贸易限制的反击措施 同时努力多元化市场 以提高经济韧性 此外 台湾问题仍然是美中关系中的核心分歧 特朗普对台湾的言语可能影响美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 而中国则利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寻求在国际舞台上的更多影响力 尽管特朗普在面临多起法律案件 但他当选总统后 这些案件的进展可能会受到影响 随着这个政治局势的演变 中国将如何应对 以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如何塑造未来的国际关系 将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文章的来源是《德国之声》 《环球邮报》和《半岛电视台》 这篇综合性报道探讨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对美中关系的影响 并详细分析了中方在应对特朗普回归白宫时 可能采取的策略和准备 同时 文章也梳理了特朗普面临的法律挑战 特别是在他作为总统再次上任后 这些法律问题可能会发生的变化 在特朗普胜选美国总统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其表示祝贺 并呼吁中美两国加强对话 以管理双边分歧 自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以来 美中竞争关系已有所加剧 而专家预测未来的四年 双边紧张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钟家安指出 特朗普虽然不一定会主动挑起军事冲突 但在其他领域对中国持怀疑 甚至敌意态度 这尤其体现在美中贸易战的激烈对抗中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被专家们警告 可能会带来经济震荡 尤其是他承诺对所有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 征收60%的关税 这将重创中国本已面临挑战的经济 瑞士银行瑞银集团的分析报告指出 对中国进口征收如此高的关税 可能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下降 多达2.5个百分点 这相当于其5%年增长目标的一半 虽然现任总统拜登的对华经济政策也很强硬 但特朗普的做法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双边紧张 对经济多个领域产生影响 钟家安认为 北京对特朗普的政策可能更为警惕 已经开始多元化市场来提升经济韧性 在外交方面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被视为一种孤立主义的倾向 并且不太愿意介入如俄乌战争等国际冲突 这使得美国的盟友处于困境 需要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 国际危机小组的美中事务高级分析师阿里·维恩认为 中国可能会将此视为削弱拜登政府亚欧联盟的机会 钟家安还指出 在特朗普现有的顾问团队中 有人建议美国应集中资源于亚洲 将欧洲置于次要位置 这种观点在欧洲的接受程度可能不高 尤其在考虑到欧洲对中国制造业的顾虑 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的一大分歧点 美国作为台湾的重要盟友 持续支持台湾并进行武器销售 这被北京世卫挑衅 特朗普的言论更是火上浇油 批评台北抢走美国芯片业务 并提出台湾需要为美国的战略支持支付保护费 这引发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刘文的担忧 他指出特朗普可能将大多数问题 是为谈判筹码 而非真正支持台湾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在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之际 再次强调的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这被认为是中国外交策略的一部分 即利用特朗普对大交易的偏好 来减轻潜在关税威胁 并在特朗普可能引发的地缘政治混乱中 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不同于2016年 现在的中国更加全面地准备应对特朗普的回归 并预计在特朗普上任前 努力重建沟通渠道 同时 中国也为可能的竞争做好准备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结束后 美中关系并未改善 尽管拜登政府试图重置双边关系 然而 特朗普可能会再度展现出 对北京达成协议的意图 之前他曾多次表示 与习近平保持非常强大的关系 然而 这段关系的基调 将受到国会和特朗普内阁的影响 特别是一些鹰派成员 如蓬佩奥的回归 可能会带来影响 另一个重要议题是 特朗普面临的法律挑战 作为当选总统的特朗普 面临多起刑事案件 包括干预2020年选举结果 和对机密文件的处理 根据美国司法部政策 现任总统不能在任期内 被起诉或入语 这使得特朗普的法律问题 有了新的转机 他的胜选 可能增强他 对于这些案件的信心 特别是在最高法院赋予总统 对于官方行为的豁免权后 特朗普面临的案件 包括特别检察官的捷克 史密斯起诉的两起联邦案件 分别涉及2020年选举干预 和在马阿拉格庄园 囤积机密文件 随着特朗普的当选 这些案件可能会暂时结束 以避免与新总统的对峙 同时 特朗普在纽约和乔治亚州 面临的州检察官案件 包括支付封口费 和选举结果推翻等问题 也可能受到总统豁免权的影响 暂时进展缓慢 总的来说 特朗普的再次当选 让中美以及国际政治局势 更加复杂化 各方都在重新审视策略 而特朗普本人 也要面对其任期内的 多重压力和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 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报告 中国在特朗普执政下 应对美中紧张局势的准备工作 中国研究院摘要 随着唐纳德 特朗普再次当选 美国总统的可能性增加 中国正积极为美中关系 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 做好准备 本文从经济 外交和军事等方面 结合具体案例和数据 分析了中国如何在 特朗普执政下调整战略 以应对可能的挑战 并寻找新的机遇 关键词 特朗普执政 美中关系 经济冲突 外交策略 军事准备 引言 2016年 唐纳德 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 以其美国优先的口号 和对华强硬的立场 开启了美中关系的新篇章 其执政期间 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技术封锁和外交摩擦 不断升级 给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 带来了深远影响 随着特朗普 有可能再次入主白宫 中国需要未雨绸缪 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以应对未来 可能加剧的美中紧张局势 1.经济领域的准备 1.1贸易冲突的升级预期 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 对中国发起了大规模的贸易战 对价值3600亿美元的 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若其再次执政 他可能兑现竞选承诺 对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 征收高达60%的关税 案例分析 根据瑞银集团2023年的分析报告 如果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 征收60%的关税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可能会减少2.5个百分点 相当于预期增长目标的一半 这将对中国的出口导向型产业 造成巨大冲击 可能引发产业链的断裂 和失业率的上升 1.2加强国内经济循环 面对可能的外部冲击 中国提出了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 旨在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数据支持 2022年 中国的内需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 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通过扩大内需 可以提高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1.3推进供应链多元化 为了降低对美国市场和技术的依赖 中国积极推进供应链的多元化 寻求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专业术语 供应链重组 产业链安全 自主可控 案例分析 华为在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后 加大了对国内芯片产业的投资 推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2.外交策略的调整 2.1加强多边主义合作 特朗普执政期间 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明显 退出了多个国际组织和协议 中国则积极维护多边主义 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案例分析 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 中国与欧盟携手 重申对气候变化合作的承诺 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2.2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加深与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国家的合作 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数据支持 截至2023年 中国已与140个国家 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对外直接投资 累计超过1.2万亿美元 2.3 在美欧分歧中寻找机会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 可能导致美欧关系的紧张 中国可以在此间 加强与欧洲的合作 案例分析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的推进 显示了双方在经贸合作上的 共同利益 有助于平衡美国的压力 3.军事准备与安全战略 3.1 提升军事现代化水平 面对美国可能加大的军事施压 中国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 提高军队的综合作战能力 数据支持 2023年中国国防预算 达到1.55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7.2% 用于装备升级和人才培养 3.2 加强海洋权益维护 在南海和东海等海域 中国加强了巡航和警戒力度 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专业术语 蓝水海军 反介入 区域拒止 A2AD能力 3.3 应对台海局势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 中国需要密切关注 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 防范可能的风险 案例分析 面对美国对台军售和高层互访 中国进行了多次实战化演练 展示了解放军 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和能力 4.科技与创新的自主发展 4.1 加大科研投入 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制裁 凸显了科技自主的重要性 中国加大了科研投入 推动关键和新技术的突破 数据支持 2022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 达到2.79万亿元人民币 研发投入强度 研发经费战 GDP比重 达到2.4% 4.2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国积极布局新兴产业 推动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 量子通信等领域的发展 专业术语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物联网 IoT 工业互联网 4.3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 加强高效 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合作 形成创新合力 案例分析 中国科学院与华为合作 推进5G及6G技术的研发 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 5.内部经济社会问题的应对 5.1解决就业与民生问题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中国需要稳定就业 保障民生 确保社会稳定 数据支持 2023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为 1100万人以上 政府加大了就业支持力度 5.2防范金融风险 加强对房地产市场 和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专业术语 宏观审慎管理 金融区杠杆 影子银行 5.3推进共同富裕 缩小收入差距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增强社会凝聚力 案例分析 通过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提升农民收入 6.利用国际局势中的机遇 6.1扩大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 在美国可能淡出国际事务的情况下 中国可以在联合国 世贸组织等平台上 发挥更大作用 在美国维和行动中贡献了大量人力物力 成为维和行动的主要支持者 6.2推动区域贸易协定 积极参与并推动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 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 CPTPP的建设 数据支持 RCEP覆盖了全球约30%的人口和GDP 将促进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 6.3加强与新兴市场的合作 拓展与非洲 拉丁美洲 中东等新兴市场的经贸 开拓新的增长空间 专业术与南南合作 新兴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 结论 特朗普可能再次执政 给美中关系 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中国需要冷静应对 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经济上 加强自主创新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在外交上 坚持多边主义 深化国际合作 在军事和安全上 提升国防实力 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在内部治理上 解决好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保持社会稳定 只有这样 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 立于不败之地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一 瑞银集团 2023 美国对中国进口的 征收60%关税的经济影响分析 二 商务部 2023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报告 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22 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研究 四 中共中央党校 2023 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研究 五 国防部 2023 中国的国防白皮书 六 国家统计局 2023 中国统计年鉴 七 人民日报 2023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八 新华社 2022 习近平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思想先驱报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